最後兩個 欸?厲害嗎? 可是因為看到別人傳錯字 再再不分 我還是很不足 所以你就攻擊他 投幾次的時候我就載他幹 你可以選出我幾個錯字嗎? 6 這什麼國文小跑字啊? 媽 媽 欸?一個 你很挑男人欸 對啊 天啊你是一個藝術家的面向欸 那就是愛管閒事 嗯 哇你 一百棒重擊一樣欸 靠 我已經失去了找借口機會 欸其實蠻哀傷的 這次最後一集了 要跟大家說再見了 因為這個節目實在太難 每一次都不知道題目是什麼 然後在現場不知道遇到誰 但還是很感謝啦 讓我這個功力大增 欸? 如何用面向看出一個人 想不想當老闆 欸?總算有點正常的題目 在最後一集的時候給了我一條路 我覺得老闆要有老闆一樣 臉比較這個方圓 或者說他很有志氣 那就是眉峰很高 第三種是他天生就很有領袖魅力 所以他是下巴很長 或是很寬闊 就是屬於領袖和老闆的面向 那最後一集啦 我們來挑戰看看吧 你是屬於這個很貴氣的面向 因為你的鼻子非常高 你是比較反骨一點 比較叛逆一點 但你忍得住 所以你是大忍的 對你可以伴助吃老虎 你很屌 喔 對 就大家以為你很peaceful 但其實你很強 很強 你很強 對 越強就開心 我覺得你會是比較想當老闆 但他是比較在意自己的表現 他可能在意成就感 多過於管其他人 所以他不是想要當大老闆 當然在意他的這個成就 是為了幫助更多人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你想當老闆 你應該不想 想 而你也是想啊 我是真的很想要管 我的品牌應該快倒楣了 哈哈哈哈 但是他是真的會很在乎自己的成績 他來幫你這種管人的狀態 錢應該會被他帶走 對 哈哈 伴助吃老虎 蠻講義氣的 對我們認識很久 蠻瞭解對方 蠻準的 我覺得你的面向紅不是問題 問題是在你那邊右邊攻擊 你的面向是屬於很愛心語 對 對但是如果被人家潑髒水 你可能不是那麼社會化 對 能在裡面繞 但這個可能是要先做個準備 好 感謝兩位 謝謝 他的志向比較大 你比較穩 你有這個野心 只是你很冷靠 我覺得你們兩個應該都想當老闆 不想 表面很冷淡 但內心很關心別人 所以你應該對很多事情都非常非常關心 你是很適合當老闆的面向 但是到底想不想當呢 我覺得應該是不想 想 阿胖 你是很喜歡管很多人對不對 不算是 喔 太難了吧 你剛剛說說嘴巴嗎 我覺得我自己把自己弄得有點難 我原本想過因為他眼神比較弱 可能現在還沒有這個想法 所以我得修正一下我的判斷是 其實你要看顴骨如果很大 應該就是想當老闆 真的 這個同學一臉就是老闆一樣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想當老闆 眉骨很高 所以這個人志氣超高的 下巴也很方 你這個真的是老闆一樣 做老闆會成功 所以我猜是 真的嗎 真的 想當老闆 不想 我一頭撞死 Shit 我猜一包 欸這個真的很難欸 他長得一副老闆樣 竟然還給我不想當老闆 我是要怎麼算起的欸 我要改善事了 想當老闆就是什麼 就超有自信的面相 鼻子超級高 眼神很銳利 額頭很拱 我覺得就有機會了 我覺得你面相是很有自信的面相 而且膽子很大 然後反應很快 可是我還是不知道你到底想不想當老闆 我們剛剛在經過幾次經驗上 我認為很有自信的人 應該是會想當老闆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是想當的 好我看答案 不想靠 為什麼不想 你的力很好啊 表現也很好 因為我比較屬於就是 喜歡自由 喜歡自由又不能想要當老闆就對了 雖然你有自信 但是你非常被綁住 對 大家看這個額頭很厲害喔 這個額頭非常非常浪漫 是一個超級聰明的額頭 在感情上要注意 但你眼睛很大 所以其實桃花還是蠻旺 只是說額頭太高了 然後顴骨很飽滿 所以這是一個事業很強的面相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是想當老闆的 不想 我已經錯到炸裂了 錯了 你不想當老闆嗎 對啊 因為我比較懶惰一點 不想要 可是你工作能力很強耶 也很會管別人啊 我不喜歡想太多的事情 你覺得當老闆需要想太多 當老闆需要想太多 當老闆的話 煩惱有點太多 好 所以你是不想要房屋太多 對 OK 我覺得你要虛稅28才有機會 對 因為你中間內戰有點短 我怕你愛一陣子就不愛了 所以就不容易結婚 主要是這樣 不要這樣子 當大家都以為我很花心 也沒有 一直比較理性 那還蠻準的 是嗎 對啊 還蠻準的 我已經不知道從何做起 欸 這一集也太難了吧 他剛剛的狀態是額頭又高 鼻子也高 顴骨也高 問他想不想當老闆 他竟然說因為他比較懶散 怕麻煩 天啊 所以不是能力跟他喜歡管別人 是野心 那野心大我們要下一個新的判斷是 再給他 嘴巴大小 嘴巴越大野心越大 剛剛的女生可能就嘴巴不夠大 你這個面相其實就是大老闆的面相 你這個是貴婦的面相 非常會嫁 就很會挑對象 對 我覺得你想 你不想 看答案 想 你看起來就過很爽欸 你會想到老闆嗎 我想就是想弄工作室 這麼上進 就不想那麼努力 然後都在做別的東西 很聰明 很聰明 你怎麼會賺 我不想給老闆錢 我不想給老闆錢 我很有想法欸 你們這才十幾歲嗎 我十幾歲的時候都在幹嘛 這樣準於半我都不知道該說 我準還是我不準 已經沒有找藉口能力了 我原本要猜你想 但是因為你說你慢 所以我覺得慢有可能就不想 好看答案 不想 想 你性格很慢 但你很想當老闆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當老闆 我就選一個想 但你覺得應該是想 因為當老闆很累啊 但是當了也不錯啊 蠻不平靜 但是這麼不平靜的人 會想當老闆 嗯 這真的有點難欸 我正面看一下你 你嘴好像不算大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不會想當老闆 因為你嘴不太大 但張開的時候很大 所以到底是大還是不大 笑起來很大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是有想當老闆 沒有 不想當老闆 你這麼犯例 為什麼不想當老闆 而且你很有野心啊 我會念這個科系 就是會想要嘗試幫老公正去權益 然後嘗試去跟老闆溝通 第二點是 我本身不喜歡去管別人 或是被別人管 就是不想要太多麻煩 上班不是有得被別人管 我現在的職業是模特 又不太會有人給我 業績壓力啊 上班壓力啊 然後你也不想管人 所以你想要是個體戶 對 做個體戶算老闆嗎 平平你 算你算老闆嗎 對 算 你看 你看沒有界定清楚 你是一個看起來很文靜 但是內心其實很多堅持想法 而且是有很多反抗社會的想法 對 所以你看起來雖然很柔弱 但其實戰鬥力超高 有時候會因為太關心別人而很難過 根據這個狀態 我覺得你應該是想當老闆 既然這麼叛逆 又有能力 嘴也大 野心也大 我覺得你想當老闆 想 這最後一款不存在錄了 就結束在這裡 你只有對我這一個嗎 對 哈哈哈哈 這個有話 今天唯一天 超是對你這一個 好 對 感謝感謝 那你想問我什麼 你是專業算命師喔 雖然猜猜這個不準 認真 我是認真的 對 豪華 我看你的手相 左手還看 左手都看 所以你從虛歲30開始 特別容易談戀愛 好 在你這面相 豪華還是比較好嗎 只是你性格比較硬 對 所以一開始講清楚 可能會比較容易走長遠 好 謝謝老師 謝謝謝謝 謝謝 你會開始想說 18歲誰會想當老闆 但其實真的有人想耶 我覺得你是屬於情感很豐沛那個類型 可是我覺得你的眼神看起來 沒有想清楚要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你是能當老闆 但是想嗎 我就好難喔 你這麼焦慮 我覺得應該想 你看起來這個比較矛盾 然後做事也比較偏保守一點 但是內心其實還是很有鬥志 但是我覺得短時間你可能覺得沒有想 所以我覺得你可能是不想 你一看就是富貴之人 富貴之人 富貴之人 那會不會想這件事我覺得 你是很適合當老闆 所以我覺得你要是想 你是一個腦子超好的 你超聰明耶 超級超級無敵聰明 而且非常有才華的一點 對但只是你很焦慮 所以我覺得你不會想當老闆 因為你太焦慮 我覺得是這樣 好看答案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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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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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隊 真的耶 好痛喔 終於有一個好的Ending線 你知道我前面多慘嗎 十個人對一個 幹 真的太熟悉了 真的真的 可以 拜一下天公 拜一下天公 今天呢 教大家怎麼樣從面向看 想不想當老闆 我發現最大的關鍵是野心啦 所以嘴越大的人喔 野心越大 怎麼樣叫嘴大 嘴的兩邊喔 要到黑眼珠的中間 嘴要大 那張開很大 也叫做眼睛大 嘴一大的人喔 野心就大 野心大就容易想當老闆 假如不想給別人管啦 會比較想當老闆 如果他鼻子又很高 就要很有自信 有自信 嘴又大 當老闆的概率就非常的高 那我們最後一集 就說在這啦 不負責任面向學 蛤 你會不錯啊 你也會嫁得不錯啊 你只要把肝養好 你只要熬夜就會爆炸 所以婚姻不順 就是早點睡 跟男朋友吵架 下去把鬧鐘調一個小時 早睡一個小時 你的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你能力很好 但表達能力不好 就你不敢說 你做得很好 但你不敢說 所以你要常常表現自己 然後說自己好 跟大家講你做得很好 其實你做得很好 要有信心好不好 好 這樣會厲害 我說你就是太多啦 對啊 你這個面向就是薄花太斷 未來會太多 不知道選哪一個 對啊 然後 謝謝 對啊 所以你要比較注意這件事 太多有時候不是很好 對身體不好 對啊 Oh my God 你會聰明反被聰明霧 所以你腳踏實地一定會超成功 然後奇巧就會爆炸 所以你要腳踏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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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非常非常成功 你會是一個大人 所以你這個三十回以前 就非常厲害 做行李就做得很大 而且你這個面向 彼此也很大 所以是很厲害耶 很富貴的面向 阿伯我認為你是想當老闆的 因為你是做過大生意的人 對不對 沒有 我就沒有當過老闆 我年輕就老闆了 你年輕就老闆了 那就有當過 那就有當過 我年輕就老闆了